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犹太小故事的 这个Pokka这个Channel了 我是小叶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早安 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 是比较特别一些些 比较长一些些吧 整体来说它比较长的故事 但是我尽量的简短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啦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在是塔木德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 就说到他们为从要信守承诺啊 要重复 要重视集体的力量 才能达到你所要达到的目标 也就跟我们上昨天提到的那一个 合作有一些些关系啊 它这故事就回到了一个丛林里面 曾经有一个探险家呢 他叫做马格拉夫 OK 这个探险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探险家 他就召集了四个人 跟他一起进了一个丛林探险 而去找一些他想要找的一些东西 他在没有特别提到他想找的东西是什么啦 那他在召集了四个人 一个是大学生 两个是水手 而一个是爱尔兰的厨师 其实他们四个人根本都不认识的 但是他这个马格拉夫呢 就提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报酬 召集他们要给一大笔的资金 来你跟我一起进去这边探险 我要找到我要看的东西 然后过后你们就可以拿出你们的酬劳 何乐不为呢 所以他们四个人也答应了 跟他一起进入了一个丛林 但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这个马格拉夫在里面得了急性的热病 也就可能是给蚊子咬了之后的 普通热症 还是那个马拉雅 这个他这边没有特别提到啦 但是我相信是这样 而他就过不下去了 就非常不幸的 他生存不下去 他就病死了 但是他们这四个人其实蛮尊敬他的 就是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大探险家 所以才甘愿跟着 虽然给了一笔大酬劳 但是也因为尊敬他这个人物 而他才跟他一起进到这里面 而他在这个马格拉夫 马格拉夫在死之前呢 要去世之前呢 就交代给他们了一个箱子 一个很沉重的箱子 他在特别交代 这个箱子你们一定要扛着出了这个森林 带去给我的朋友 这句话呢 原文是这样说到的 我要把它送出去 必须由你们四个人合作 两个人一次轮流抬着他 因为这个箱子蛮重的 需要两个人三抬着动 希望每个人都能向我保证 在把他安全送达到目的地之前 绝对不离开他 地址就在这个箱子的盖上面 如果你们能将他安全的送到 我的好友 麦可的手里 你将会获得无价之宝 他就住在这个丛林外的海边 你们答应我吗 这个是他的原文 他就问了他们那四个人 他们四个人就因为很尊敬他 也觉得没有办法嘛 这样交代了他的遗言 这样我们也就答应他的遗言吧 他们四个人就突破重围 虽然讲在地图上看着那个距离 好像不是这么的远去到海边 但是要走过去的时候 他们经过的里面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阻碍 就好像一些毒蛇猛兽啊 那个丛林的那些陷阱啊 等等等等的 非常非常困难的 而且他们轮流到台内的东西 他甚至开始有怨言 因为他们四个人其实都不是个好朋友的集团嘛 他们四个人根本素不相识嘛 就因为他 因为这个马格拉夫才可以再聚集在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嘛 要去做这个任务嘛 而马格拉夫去世之后 他们其实群龙无首 他们就互相拆击 但是整体来说 他们最后最后还是撑了下来 最后他们还是对着马格拉夫的这个尊敬呢 撑了下来 还是完成他的遗言 他们当他们想要放弃的时候 他们想到这个箱子 我们已经扛了这么大段的路嘛 已经要到达了 已经要到了 我们就这样放弃吗 我们也要 不能完成他的心愿吗 我们撑下去吧 我们就带着那个箱子轮流吧 我们加油点 就到那边 他们四个人都有同一个信念 就是把这个箱子送到他的好朋友 这个马格拉夫的好朋友麦克手上 而他们才可以获得另外的无价之宝 他们也心里想着 我的另外一个无价之宝是什么呢 是不是 大家想到这样子 如果你是他们 你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呢 而他们就这样的 就带着这个信念 一路往海边的方向前进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终于达到了海边 千辛万苦达到了海边 找到他的朋友了 麦克 麦克打开之后 就开始找麦克 我这样子 我把这个箱子送给你了 因为那个马格拉夫有交代过他 他就说 是 马格拉夫有交代过 我要接受这个箱子 而他们四个人就很 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嘛 走出身灵了 然后就带所有的心情 就问了 这样子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们呢 而这个麦克对他们说的 没有啊 我没有东西要交代给你们啊 马格拉夫也没有交代有东西要给你啊 只是交代你们会把这个东西来找我啊 就是这样罢了 这个就 上二金刚摸不到 摸不到头脑吧 就在想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说要给我 我们无价之宝啊 你找到你要给我啊 但是 为什么没有呢 叫我们把箱子打开来看看嘛 因为他们从头到尾 刚到这么久 到了海边 他们一个人都没有把这个箱子打开来看 现在他们就把箱子打开来看 那箱子里面装的也不是金银材宝 也不是装着什么五宫秘籍 也不是装着什么 什么秘籍籍的东西 什么都不是 而是很沉重的木头罢了 这时候就想 为什么我刚的这个 这几个木头 刚的这么久来到这边 你跟我说是无价之宝 然后找到你的朋友 你也给不了我任何东西 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恼火了 而他们其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团言 就说到 诶 诶 这样不对啊 这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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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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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格拉夫的无价之宝是什么呢 是生命啊 因为原本的这个原始丛林 他们去探险这个森林呢 从来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过 而他们四个是第一个 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 那马格拉夫本身都做不到 而在里面重病死了 而他们四个是唯一一个 达到这个创举的人 也就是说到 马格拉夫给他们的信念 给他们的一个目标 他们照着前进 对带着他崇敬的心情啊 崇拜的心理 而且对他的信任 才可以走出这个原始丛林 而他的无价之宝 就是他们四个人的生命啊 看完这个故事 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觉得 诶 这个故事还蛮大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故事 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对于就说到了 你在四个合作的人里面 或者是你的目标里面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你只需要往前进 你就会达到你所要达到的地方 你也不需要去特别去在意太多的小细节吧 可我觉得可能 我看出来的感觉是这样啊 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其他的看法呢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啦 好 我们这故事也就分享到这边 别忘了继续的收听我的节目 继续的订阅我的节目 继续的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